第五千五百一十一集 到底怎么回事 萧静不是还活着吗 为何没有回应 水神天尊没理由骗我 夜晨眉头紧皱 他天机洞察之下可以确定 水神天尊落清离没说谎 萧静的确还活着 但诡异的是 他却没感受到萧静的任何生机 他只感受到在废墟之下 有萧静尸骨的死气 正如烽火灵族所说 萧静早已经死了 尸骨化作黄土 与太上之心融为一体 萧静姑娘 你还活着吗 我是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我奉水神天尊的命令来救你了 夜晨不死心再次开口呼唤 这一次他开口之后不久 虚空里传出震动 然后响起了一道女子的声音 你是 轮回之主 我是你的信徒 那女生显得非常激动 好像看到了此生最崇拜的人 你是萧静姑娘 夜晨内心大喜 是我 轮回之主 你好呀 萧静的声音依然是难掩激动 我叫夜晨 萧静姑娘 你在哪里 你父亲很担心你 我带你回家吧 夜晨仔细地想要辨别声音的方向 但根本辨别不出来 也无法追溯 一切都显得很诡异 我父亲 我也想回去 但我被困在此地出不去了 是青梨妹妹叫你来救我的 萧静黯然叹息又问 夜晨听到青梨妹妹这四个字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愣了一下 才发觉萧静口中的青梨妹妹 其实就是水神天尊 裸青梨 只能说 在九神之中 水神天尊可以说是最特殊的存在了 一点架子都没有 萧静明明是她的传人 两人却以姐妹相称 而且姐姐是萧静 是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还活着吧 夜晨环顾四周 依然没有捕捉到萧静的所在 嗯 我还活着 青梨妹妹当年都用神力 保证了我的性命 另外 帮我重塑肉身 但我在的地方 既是心愈 又不是心愈 有点诡异特殊 我自己完全没法出去啊 萧静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 既是心愈 又不是心愈 这是什么意思 夜晨愣住了 曾经的心愈 地下埋着一块神秘而强大的石碑 好像是传说中的天碑 那块天碑 已经具备灵性 化成人形 他一直在这幅修炼 四皇仙宫 与陀地天宗的万古乱战 打扰了他的修炼 他从幻想之中 创造出一个新的心愈 躲避进去 这个新的心愈 和原来的心愈一模一样 但存在于幻想之中 似真似幻 天碑 为之命名叫天心愈 他自号为天心老祖 当年青梨妹妹 为我重塑肉身 因心愈化作了废墟 无法在里面生存 他把我寄托在天心愈 说将来会有人救我出去 萧敬道 天碑 天心愈 天心老祖 叶辰顿时错愕 哪想到这个心愈 居然会与天碑有关 他心脏砰砰直跳起来 天碑可是最强大的轮回玄碑 要是能够得到 他就无敌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天碑居然修成了人形 创立天心愈 自号为天心老祖 而萧敬 就在天心老祖 创造出的世界之中 不过虚碑能诞生灵儿 这种存在 天碑自然也可以 这个天心老祖 实力绝对是恐怖 因为已经能开辟幻想中的世界 这是无无的手段 现实世界中的人像是叶辰 虽然也可以开辟世界 但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 并不是幻想 但这个天心老祖 却能开辟幻想世界 简直是匪夷所思 难怪叶辰 无法捕捉到 萧敬的气息 原来他在幻想世界 根本就不在现实 天碑在你身边吗 叶辰连忙问 天碑对他至关重要 如果能找到天碑的线索 甚至镇压天碑的话 他就有无穷的好处 我 我不知道 天心老祖很神秘 而这个幻想世界 也非常诡异神秘 所有法则都是很混乱的 如果不是有清灵妹妹的庇护 我根本无法在这里生存下去 萧敬的声音带着一丝悸动道 那天碑目前就在天心玉 叶辰又问 我 我真不知道 一切都太过混乱 我知道的东西 全部是清灵妹妹告诉我的 她叫我不要乱跑 我也不敢乱动 天心老祖还在不在这个世界 我也不确定 萧敬的声音越来越恐慌 好像是害怕说话太多 会暴露自己的存在 惹来可怕的后果 叶辰眉头紧皱 她很想立即进入天心玉 将萧敬救出来 同时寻找天碑的线索 但天心玉的入口在哪里 她根本不知道 那是幻想中的世界 有没有入口都不一定 到底要如何才能进入天心玉呢 叶辰咬咬牙 内心尝试着呼唤水神天尊落青梨 希望能得到回应 虚空微微震荡 下一场 叶辰耳边竟然真的传来了 骆青梨的声音 小哥哥 不要轻易呼唤我 那些老怪物都在盯着我 我不能随便现身 至于怎么进入天心玉 但是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打我 总之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相信你的 骆青梨的语气有些无奈 而后声音彻底远去了 叶辰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个水神天尊 看起来还真是不靠谱的 想进入天心玉救人 甚至寻找天碑的话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了 萧静姑娘 我现在还不知道 如何进入心玉 我要回去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你稍安勿躁 叶辰道 你 你快来 我在这里 很害怕 萧静无奈于恐慌 叶辰虽看不到她的身影 但也能想象到 此刻的萧静 或许是孤独蜷缩在某个角落吧 叶辰的精神 从这片心玉废墟中脱离出去 又重新回到烽火玉 回到自己的肉身里面 精神一回到肉身 叶辰立即感到浑身剧痛 烽火灵祖这一掌 打得非常结实 她肋骨脏腑都碎裂了 同时叶辰又感到一阵温香柔软 玄寒玉正抱着她 满脸悲痛 双眼发红落泪 周围几个烽火灵宫的太上长老 已召集大量的强者过来 围住玄寒玉 玄欣 顾长生等人 唯恐他们作乱 要为叶辰报仇 玄仙子 我没事 叶辰深吸一口气 运转八卦天丹术 治疗伤势 叶辰 你 你没死 玄寒玉见叶辰活过来了 顿时错愕惊喜 周围烽火灵宫的强者们 也是惊恶骇然 我没那么容易死 只是与烽火灵宫前辈切磋 不小心受了他一掌 我和他一见如故 你等等 我再回去跟他喝一杯 叶辰笑了一下 随便找了个借口 从地上站起来 诸多烽火灵宫的强者们 听到叶辰这番话 更是恶然 难道说叶辰和烽火灵族 并没有生死相见 反而是一见如故 成了朋友 叶辰没有理会 错愕的人群 自己遇风飞起 又重新回到云端天国之中 沦辉之主 如何 能救出我女儿吗 烽火灵族看到叶辰回来 连忙问 前辈 你女儿不在心欲 而是在天心欲 叶辰脸色微沉 手一挥 烟雾弥漫 构筑出一幕幕画面 将自己刚刚的遭遇 与萧静的谈话 都重演出来 天心欲 天心老祖 我女儿被困在那边吗 烽火灵族看到这些画面 听到女儿熟悉的声音 先是一呆 而后落下泪来 苍老的身躯不断地颤抖 萧静的声音里面 透出巨大的恐慌与无助 显然在那片天心欲 萧静的日子 可谓是提心吊胆 那是幻想中的世界 现实里的人 生活在幻想之中 无法脚踏实地 那真是无法形容的 虚浮与慌乱 静儿 你 你受苦了 烽火灵族声音悲伤 不住地落泪 姐妹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我们必须想办法 尽快进入天心欲救人 叶辰道 除了救人之外 他还想寻找天碑的线索 听到叶辰的话 烽火灵族也是稍稍地震静心神 他盘思片刻便道 那天心欲神秘得很 幻想中的世界 却不知道如何能够进入 罢了 我出山便是 我替你埋葬因果律诅咒的枷锁 但你一定要帮我救出我女儿 烽火灵族目光灼灼 他本来是说 要先救出萧静 才肯出山 到现在 感受到叶辰诚意满满的模样 他也同意先出山 替叶辰解决麻烦 作为报答 叶辰必须要帮他救出女儿 放心前辈 我会尽力 叶辰大喜拱手道 烽火灵族点点头 他冥冥之中也感受到 想去天心欲解救萧静 叶辰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毕竟天心欲 是天碑开辟出来的世界 而叶辰的轮回血脉 与天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你跟我一起去紫黄仙宫 道德天尊也想请我出山 我也有许多年没有回去过了 烽火灵族眯眼一笑 叶辰听到要去紫黄仙宫 不由的心中一领 他孤身面对道德天尊的话 终究有些不安 当下 叶辰叫来玄寒玉 说明因果 又想再召唤任非凡 但任非凡不便在轻易现身 他便派出武瑶 拱位在叶辰身边 武瑶继承旧日之主的修为 气息融合越来越圆融如意 已经有了慈悲之主的先帝大气象 从表面气息上看 居然不弱于玄寒玉 简直是强悍 感谢观看 居然不弱于玄寒玉